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嗨我是原神的旅行者 大喇叭 上一期的原神影片看過了嗎? 還沒看的記得趕快去看喔 今天要來介紹 原神快速升冒險等階的方式 但在介紹前 針對上一期的影片做個補充 感謝 WANG的二次方還有POTATO的 指點 耐力值部分除了影片內的介紹 攻擊鍵長按會有重擊 這個也會消耗耐力值 這個在後期打怪時要注意 使用太多在閃避的時候 會無法衝刺脫離導致重招 然後關於野外點火做菜的部分 會受到天氣影響 晴天一點就起火 若是毛毛雨需要點兩次火 下大雨以上就點不著 如果不想離開這個地方的話 建議使用調時間功能 可以透過時間流逝來停雨 這個技巧千萬要GET 具實用 此外地圖上收集一個風種之後 使用風元素技能 例如風主角的E技 也會直接產生風場 這麼做的好處是可以自己選擇 要在哪裡產生風場 比較不會有飛上去之後發現位置不對的情況 收集三個風種之後 雖然也會產生風場 但產生的位置是在檢取第三顆的地方 有時候會跟目標有點誤差 謝謝兩位旅行者的補充 真的很棒 讓喇叭也學習到很多 接著讓我們進入今天主要要介紹的地方 玩遊戲誰都不想輸啊 那趕快了解遊戲內如何快速升等吧 首先 原神的旅行者等級就叫冒險等階 透過在遊戲內獲得冒險閱歷來增加 獲取方式總共有六種 讓大喇叭一一來介紹一下 透過解組織線任務會獲得一定量的冒險閱歷 點開任務欄 可以查詢 每日委託任務也要做 大概20分鐘內即可全解完 解完記得回去找蒙德成的冒險家協會接待員 凱瑟琳 領取委託獎勵 升級七天神像也會獲得冒險閱歷 升級的方式上級講過 就是給予對應的風神童或煙神童 一個地圖的七天神像最高10級 升級神像可以增加耐力值 和其他獎勵 解鎖傳送錨點 探索時一定要順便解鎖 雖然只有50冒險閱歷 不如小補 反正你還是要開地圖阿 探索大世界寶箱 這個南瓜很多種 像是遊戲內秘境的寶箱 野外寶箱 限時挑戰任務的寶箱 追隨仙靈的寶箱 打贏地賣演出的寶箱等等 都能拿到冒險閱歷 這邊稍微提下地賣之花 地賣之花指的就是元素循環不順在地上淤積的結晶 因此打贏地賣之花後 利用旅行者身上的元翠樹脂來活化 活化後就會有寶箱 可以拿到冒險閱歷和其他獎勵 元翠樹脂每8分鐘恢復一點 最高累積120點 因此每天都要記得上限消耗喔 不然可是很浪費的呢 通關祕境副本這類的寶箱 也是增加冒險閱歷的重要來源 除了常規副本外 有些副本沒達到要求的冒險等級 也是無法去遊玩的 因此能打就打囉 最後完成冒險之證見聞 點開冒險之證即可看到 完成相對的人物即可獲取冒險閱歷 在這邊也可以看到每日委託 秘境討伐 討伐就是包含剛剛說的地賣之花 以上就是關於元神快速升等的方法 祝各位旅行者在元神拓荒時 冒險閱歷拿好拿滿 經驗多多喔 我是大喇叭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數值三連 我們下期見 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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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見